热潮我是深深地打入基层的民众心寒里 因为每一只小猪背后都是令人感动的心意 这里在高雄市有一名障碍身心障碍的男子 他因为糖尿病截肢 双眼也失明了 不过他却存了一个月的铺满 说什么都要送给蔡英文 还冒着雨撑伞 在朋友推轮椅的帮忙下 他要将铺满送到立委参军的服务处 用行动力听笑音 两个礼拜前 绿营立委竞选总部外 出现一名坐轮椅男子 当时天空下着雨 男子撑闪在朋友推轮椅帮忙下 进到了总部 冒雨走这一趟路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将存了一个多月的小猪铺满 捐献给蔡英文 因为红台厅 我也是要一路 要去就要去 反正就是要送过去 要送过去 冒雨送小猪的伸仗者就是这位黄先生 因为罹患糖尿病 左脚节肢 双眼失明 外出总得像这样子 双手吃力地移动下阶梯 再费尽力气坐上轮椅出门 尽管行动不便 但一心一意存保的铺满 说什么也要送给蔡英文 立委参选人送上限量版三只小猪 黄先生不断感谢 还说要再继续存钱 再把它存钱 它存好以后 粉龙珠上 蔡英文主席 因为女孩子比较喜欢粉龙色的 不畏刮风下雨 就是要挺蔡英文 伸仗者用自己的方式 期待换来震党轮替 三连行为宋鹏 薛仁宏 高雄报道 高雄报道